好 模具换好了之后 把这边就是这个管子比那个管子短 这个盘要往上升 升了之后所有影响它往上升的东西全部要调下去 把这个先调高一点 把这个要换掉 把这个要换掉 这个要换掉 然后这个罐主要换掉换掉 换掉小的 这个要换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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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 2 3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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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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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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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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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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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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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这个要往上生了 再等会把这个 剩掉 剩掉 穿个点布一下链鸡排 先往上升,然后先把氛围调出来,把铝盘升上 把这个大螺母升开 小时马仙 要放下来,怎么会接下来 要拿大简单 放下来,这个时候我希望哪个一样 把弄一个管子开到这里 这个盘升多高升多低 就在于你这个管子 第一只要分多少 一直 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少了 然后就再深一点 没压紧 再深一点 现在只摘出来两折 然后就是第一盘弄少了 再往上升 那是 再深一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3 5 0 10 10 1 11 11 15 16 14 好 好 就这样 调好把这铝盘锁死了 调好铝盘锁死了之后 就开始调这个扇管 这个条扇管这个高度就正常 这个扇管器翻到 翻到底之后 这里面有十来个的距离 十来毫米的间隙 别让它碰 这个高度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它紧上 然后把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当碗的这个东西装上 好 嗯 嗯 好 然后这个L脚要在这个模具的两边的以它为中心 就调这个 它这个离这个模具太远了 就调这个时候把它往前调一点 好 调好了之后 把它上关器调一下就调 这个上关器 够一个管子用的 然后这边有两个小螺丝 松了两个小螺丝 好 放入鑰匙 这边够这个管子用了 然后再把它挤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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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边就是 这个压住了 对中心里面 这个核实了之后 这个压管粘到管子就行 他核实了 他这个粘到管子了 不能压太低压太低把管子压变平了 最主要这个正常就是把整个杆的这个车也多少利 这个模具十个毫比 好 下面不带 这边的 等一下我给他 然后 帮标就是 你先去 这个 这个要换一下 这个标的图子太大了 换那个小的 那边的 嗯 那个管器管子拿一点点 这个就是拆掉的一颗螺丝就行 我把这个小的换 换那个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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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顶到最高的时候这个探头看到 然后把它调过来 这个出来的光 好 嗯 嗯 嗯 然后这个吃点 也是调到就是立模具十个毫米的间隙 然后这边就是这边就好了 然后这边就是这一个 这个刚才不是提上来了 然后再把它放下去 分好一个管子 然后把这个 这里擀的模具两三个毫米啊 这边就是这样的 不能贴在毛巾上 一毛巾两三个毫米 然后紧实 这边 再一个 再一个 就是让他 只要不碰到管了就行 然后再把 再一个杆子往上调一点 让他露出来 让这个杆子比模具高出来 10个毫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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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